Bismillah, walhamdulillah, wassalatu was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bihi ajma'in ama ba'da, as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 Allah的人慈与激情在大家之上 欢迎大家收听山庭的摘月系列每日复兴 其中的第十五集,家中的清真寺 今天要讲的这个孙纳,很少有人重视 很多读者甚至可能是第一次了解到 也就是在家中专为礼拜指定一块区域这样的一个盛行 姓什么的母亲, عائشة رضي الله عنها说 阿مر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ببناء المساجد في الدور وأن تنظف وتطيب 他说, Allah的使者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命令于住所内设立拜所礼拜的地方 并加以清洁美化 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提到的 الدور,住所指的是住宅区 而非一个人自己的家 比如说一个小区里,要有一个礼拜的地方 而另外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住所 指的就是一个人自己的家 而第二种意见 有عيت بن ابن مالك رضي الله عنه的传述的支撑 在بها里当中记录 他说 我曾经给我的民众领拜 有一次我到先知 عليه وسلم跟前 对他说 阿拉的使者啊 我势力已减弱 我仍给我的民众领拜 但是下大雨的时候 我和他们之间的山谷中 流洪水 我不能到他们的礼拜四去 给他们礼拜 他说 阿拉的使者啊 我希望你能到我家中来礼拜 以便我把你礼过拜的地方 当做一个礼拜点 先知 عليه وسلم 谦虚的说 他说 若主意欲我会这样做的 第二天太阳升高时 阿拉的使者 阿拉的使者 和阿布巴克 就来了 阿拉的使者 请示进来 我就请他进来 他刚一进屋 还未坐 就问 你希望我在你家中 哪个地方礼拜 于是 给他指了屋里的一个角落 然后 阿拉的使者 念了 大家站起来 排起班子 在先知 的带领下 领了两拜后 出了 而 阿布巴克 也有在家中 指定位置礼拜的习惯 他的女儿 阿伊莎 说 后来阿布巴克 决定在自家的院亭里 修了一座礼拜屋 他就在里面礼拜 送读 这个也是在 布哈里当中记录的 然而 想到我们中 绝大多数的人 房屋 很小 我能听到你的疑问 我哪有地方 设立这样的一个区域呢 我住的就是一个 60多平米 70平米的房子 怎么可能专门 会有一个家里的礼拜屋呢 但是其实这个区域 并不必完全分离于 你的房屋之外 不必要是一个单领的建筑 甚至不必要是 单独隔出一个房间 即使你的家不大 其实你只要在家中 确定一个专门 用于礼拜的角落 有那么一片地方 就已经是 在进行这个顺纳了 你可以在那里 放一个礼拜坛 一个方便拿取的古兰金架 并确保那里清洁 芬芳 且得到尊重 在家中指定这样一个礼拜区域 有难以数据的避意 它可以鼓励你完善日夜的复工拜 你看到这个地方 就会提醒你 去多礼拜 它可以是妇女专门礼拜的地方 男性在无力到清真寺 参加主命拜距离的情况下 也可以在这里礼拜 这个地方也是全家人围坐 读古案 学习等活动的地方 此外 这一习惯能让全家人都 深刻地感受到 礼拜在这个家庭当中的重要性 所有家庭成员 以及任何访客的内心 都会因为你对这一盛行的复兴 而增加对礼拜的喜爱 因şallah 感谢大家的收听 جزاكم الله خيرا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感谢大家